再过几天就是元宵节 立委陈欧珀在小过年前 准备了白米、速麻油等名声物资 分送给普贤育幼院及蓝阳仁爱之家 慰问幼儿和安养院的长辈 立法委员陈欧珀在元宵节前夕 特别准备白米、速麻油等名声物资 分送给普贤育幼院及蓝阳仁爱之家 希望这些弱势儿童与长辈 能够过个温馨的小过年 并借此抛砖引玉 吸引更多朋友一起关注各地区的慈善机构 分享更多爱与关怀 我们蓝阳仁爱之家 过期还是我的妈妈 在这里学习 很平静的老人生活 还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希望我们常青的老人家 在晚年时可以在很平静的生活 快乐的心情 所以我特别来给你们慰问 我们今天提供一些油脂的白米 我们现在在推动油脂荣业 我也希望可以抛转意义 希望我们国家 共同来关心我们小学 需要关心的人 让我们这个小学更加温暖 我们都是本着能够服务当地 为当地带来更多的欢喜 希望来这边 让我们这边的长辈 他们都能够受到最好的照顾 让他们的生命上 能够留下一个很快乐 很欢喜 很灿烂的一个生命 仁爱之家的法师也请立委抽签 结果抽中老二哲学 对此陈欧珀表示会更谦卑 更认真地做好立委角色 随后立委也和仁爱之家的长辈们 韩轩致意 祝贺他们元宵节快乐 一旦新闻记者赖福新存不到